这个会变甜 我没吃过这么甜的小红包 浓郁的那种甜 又甜又好吃又下饭 我的牙齿都快掉下来了 苏州 苏州 五溪 山山岛 你找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小的舒服的窝 然后就享受一下这边就是那种浓郁 江南文化的气息 甜度五溪 我们到了 八百万的一个人口二线城市 我今天想挑战一整天吃甜不吃辣 只能吃甜的 肉也是甜的吗 咱们看一下 Let's go 那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 昨天我们发了一个动态 问你们你要吃什么的 然后你们都说的很一致 来这里一定要吃小红包和馄饨 所以Let's go 为什么你们这边的馄饨是叫开洋馄饨呢 开洋我们本地土化 开洋是海里的小虾米 所以我在这边说我想吃小虾米 我也可以说我想吃开洋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像我们店里能说 好的 测试可以尝一下 好好好 这个上面是什么 这个 这个是蛋皮丝 是蛋皮丝 对 然后你们里面的那个馅是什么馅 就是开洋 你刚才说的虾米 就是开洋 对 我们的客室 我们的早餐到了 然后我特别特别的激动 牺牲员是你们说的店 所以我来了 因为太多人推荐了 It's so different It's so different 我们现在这边花了44块钱 然后有一个半的馄饨 为什么没怎么把这个单子说错 有一个半的馄饨 有一个开洋馄饨 然后小笼包 We have to try it Let's get the 小笼包 我的天啊 小笼包这么重吗 我要换一个方式 我估计要那勺子吃 你们看这个小笼包多大 你在开玩笑吗 挺重的 只有20克 Oh my god 我没有吃过这么甜的小笼包 我咬断了一大块 然后它还这么大 这是一个小笼包里面的肉 那我们先看一下 刚才爱吃已经跟我们说了 这个你们看多么的香 我说实话 我更喜欢拌馄饨 就是不要带汤的那种 因为它里面的酱料足足 里面的馅儿是猪肉和开洋 开洋当地化 做的是虾米 这个我们学到了 有那种虾米的那种味道在里面 很足 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馄饨这么大一个 我以前吃那个馄饨都是很小的 然后它就咔嚓这么大 就跟你一个小笼包一样大 That is soo香 但我也要说 用浓郁的虾米的味道 我感觉有些人不太喜欢这种味道 就可能这个馄饨不太适合你们 By the way 这个馄饨也是甜的 说不吃辣 试一下嘛 说不吃辣 但是当地人也是这么吃的 所以就是甜的跟辣的放在一起到最后也是甜的吧 Oh my god 这个辣酱这么香吗 直接辣 然后就更甜甜的放在一起 好解腻 这一口给你们特别特别香 绝了 这个是带汤的开洋馄饨 馄饨是一样的 但是唯一的区别是他们这里面就不会放那个棕色的那个酱油和醋什么的 但是另外一个决绝的东西是这个 就是鸡蛋弄出来的那种鸡蛋丝 我说实话 不要那么小气 放鸡蛋丝就多放一点 我超喜欢鸡蛋丝 因为它会吸收整个味道 你吃什么 鸡蛋丝就是什么 所以可以多放一点 如果是我的话 老板 多一点加鸡蛋丝 来 我们试一下 这个好清淡 浓郁的 虾米的味道 没有半馄饨那么甜 两个都是同样的馅饨的馄饨 但是因为调料不一样 是味道天壤之别 我喜欢 那这个是我们的早餐 我们现在去继续吃 Let's go 来到无锡 最代表性的南长街 然后这边好多电视剧都取景了 比如说好喜欢的刘亦菲 新派的那个梦华路 也是在这边取景了 你们来南长街随便找一个点 像我这边一样 有个小凳子 然后那边叔叔阿姨在洗衣服 你找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小的舒服的窝 然后就享受一下这边就是那种浓郁 江南文化的气息 就是肚子里面还有那种甜辣的小红包的口味 然后江南文化的风景 太美了 我没有想到南长街原来是这样子的 它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你们还记得我们去年去了山西的平耀古城吗 南长街给我的感觉就是密密码的很多那种小巷子 有一点像一个很舒服的古城 大爷 能问一下你住在这里吗 嗯 多少年了可以问一下吗 五十多年 五十多年 就在这边 五十多年我一个王州阿波多尼里 太美了 你这边还有河 你现在在做什么呢可以问一下吗 冷冷包的 哦 很漂亮 好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嗯 拜拜 and let's go 无锡的当地菜就本帮菜 我这边找到了一个老字号 很多人都推荐的 是真的在一个不检验的一个看不到听不见 浮乘旁边的一个特别小宅的巷子里面 Let's go 哈 这是什么单子呀 你们自己看这个 中属什么呢 哪一个是比较特色的本帮菜 都是家常菜 汤果的都是甜口 哦 这后面带辣椒的是辣的 有人看着理解错了 他因为汤果的都是有名的菜 对你去别的城市 南昌重庆成都 他们只有辣椒 就知道 你知道多辣 但是没有糖果 知道是多甜 你们看一下他菜单 那这边就是告诉我们糖果 这个会变甜 非常非常有趣 中国这么大 地方这么大 然后每一个地方确实做的菜不一样 特别期待这本的饭饭 你们知道为什么本帮菜叫本帮菜吗 本帮菜在这里就是花样菜 到了四餐本帮菜就是川菜 本帮就是本地菜 哦 本帮就是本地的意思 哦 原来是这个意思 第一次听到这个有趣啊 谢谢 又学到了知识 OK 这就直接开发了 Oh my god 无锡三样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我觉得很聪明 我最喜欢的东西都放在一块 一面筋 鸡蛋 豆皮 在一道菜里面 还有这条肉 可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蛋脚 然后蛋脚里面有肉肉 我们直接尝试一下 好吃 非常好吃 不要是蛋 和猪肉融化在一起 香 我们试一下这个 豆皮 这个豆皮很有奶味 特别特别有奶味 So good 我以为棉筋里面没有什么东西 咱们这边还有赛肉 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 这个面筋加肉100分 这个非常非常符合我的口味 有点那种 有黄油的味道 有点肉的味道 但是一点腥味都没有 然后有点洋葱 咸的 盐的那种味道 反正 你想要什么好吃的味道 除了辣椒之外 都有 排骨 Oh my god 你们看这个颜色 有点偏棕 有点偏红 对吧 这是甜的 好香 我们试一下 这味道就已经很特殊 炖得很舒服 你吃的每一口 肉立马就从骨头 咔嚓 掉下来 浓郁的那种 甜的那种味道 甜不腻 就如果满分甜吃10分的话 这个甜是一个舒服的5到6分 好舒服 而且我发现他们这边的排骨 也是有肥肉 你们看得出来吗 它是一层肥肉 一层肉 肥肉肉 肥肉肉 绝了 这一道菜我特别特别期待 就很多你们粉丝都给我评论说了这个 这叫 香油 扇糊 就是感觉扇鱼放到那个锅里面 然后做菜的时候 跟那个油放在一块 就特别响 这是它名称的来源吧 吃吧 哦 哇 这个是这里面最重口味的一道菜 but it's so weird why is it weird 你给一个老外 一个没有来过中国的人 这道菜 然后你跟他说是蘑菇 或者跟他说是豆腐 他也会信 这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巨香 这一口就给你们 it's so good unbelovable 又甜 又好吃 又下饭 又吃到辣椒 然后脑子就告诉我 我满足了 当地一个特色叫椒白 I've never heard about it 你 你说从下面拿 我快功有限 姐姐 哦 我以为它是两拌菜呀 它是热的 头上有一丢丢的那个苦的感觉 但它是舒服的苦 我们上一次去了昆明 然后吃了 小瓜耳丝 你们还记得吗 它的口感 有一点像没有煮烂的 或者没有煮烧的 那种耳丝的感觉 它有点油 但是因为它的味道 是偏苦 所以这个不会那么油腻 但是我莫名其妙 突然就觉得 一道蔬菜比一个肉还更好吃 说到甜度的话 上海苏州 苏州 胡锡 真的 像小笼包你可以尝出来 最直观 胡锡是最甜的 我早上吃了小笼包 我的牙齿都快掉下来了 可以 小笼包 上海的小笼包 你丢了一点 明显的感觉 上海的小笼包不甜 是是是 确实 谢谢 我们总共花了253块钱 每一份都特别特别甜 就是甜到这个程度 我还真的没有想到 你们自己也可以尝试一下 在上海吃个小笼包 吃晚了之后 来无锡吃个无锡小笼包 你确实会发现甜很多 今天就到这里 溜了 拜拜